等你已經去賣罩了 警方攔查機車騎士 下一秒他卻蒙摔油門 畫面瞬間天旋地轉 因為徐姓騎士竟然衝撞遠景 警方拉住機車摔倒在地 沒問題啦 去老車 多名警令一擁而上 把人給攔下 徐姓騎士才終於乖乖配合 別人 你先跪下 跪下 你現在是有錢的防衛公務 蹲在地上被警方 雙手上鎬 就怕他再出花舟 一旁安全帽 機車全倒在地上 警方對他搜身進行盤查 這什麼 衛生紙包緊緊 打開果然發現 毒品吸食器 裡頭還被踩到 0.4克的安非他命 以及殘渣帶 原來他身上藏有毒品 決心嫌犯當時從公廁走出來時 老早被警方給鎖定 要上前盤查 但是他不理會 跳上了機車之後 不只在這裡衝撞遠景 甚至在馬路上 將人拖行5公尺遠 事件就發生在上個月24號 凌晨2點多 新北市新店區金鐘路上 當時警方懷疑 他跑進這一處公廁吸毒 上前盤查時 嫌犯假裝和同事聊天 但卻騎車衝撞遠景 其中一個人被拖行5公尺 腳步擦錯傷 被依照妨害公務罪送辦 由於是累犯被判5個月 可以一顆罰金 這名徐姓嫌犯之前就曾因為毒品案 入監服刑 假釋扣卻沒有得到教訓 如今為了毒品 躲警察 騎車衝撞 傷了人 最佳一等 記者郭姓朗 王玉竹 新北市採訪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